一的根基是主的生命 跟种族 文化 背景 地位 财富 男女 年龄 所有可以讲出来的 通通无关 我们的one 我们的unity 完全是建立在同一个生命 在你里面的基督生命 跟在我里面的基督生命 是同一个基督生命 这个一让我们可以彼此交通 所以我们到哪里去碰到基督徒 都像碰到家人一样 这是在基督里的一 虽然可能我们不见得赞成 你们的一些做法 虽然我们里面看见有些人活在罪中 我们里面痛苦 不阿门甚至责备 甚至会要求他们从罪恶里面出来 但是这个不能够影响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在一的根基上 我们是可以来往 可以交通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是要在一个生命里面 去去除所有中间的不同 大家都向着神去 大家都以主为中心的时候 这个一就在我们身上出现 第二件事情 一的要求在于十架十几 如果我们不肯放下自己的话 就不可能有意义 刚才我们说过 一是已经存在的 这个一就是基督耶稣自己 这个一就是圣灵 祂本身已经在了 三而一的神是最harmony 最和谐的 祂就是完整的一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家里面 要能够真正的一的话 那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那到底应该听谁呢 难道因为你是长老 我就非听你吗 当然就着圣经的教导 我们好像应该是 但是弟兄姊妹 那长老万一不属灵呢 长老万一自己是凶恶的财狼呢 像《使徒行传》20章 保罗给以弗所教会讲说 我走了以后 会有凶恶的财狼进到你们中间 你要为的自己 要为的群羊 谨守 谨醒 教会历史告诉我们 这个财狼 其实就是当时 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长老不属灵 那时候你怎么办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子 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一 我现在放两个图 是你们参加过爱的丧行师 上过这个课就知道 所以今天这个一 也用在在座的family 你们的丈夫跟妻子 都应该听这个信息 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向着神去的时候 你看我们中间的距离 就越来近 越来越近 而到最后在基督里面 在神的里面 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一 因为不然我们两个都不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向着神 也不爱神 也不追求长进 他的方向是相反的 还会跑吗 还会跑 他就越跑越远 对不对 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远 所以刚结婚的时候 哎呀 你隆我隆 这个爱得不得了 死去活来的 撑伞都紧紧地靠在一起 那结婚久了 各撑各的伞 对不对 各走各的路 然后你在楼上 我在楼下 各看自己的手机 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远 当你向着神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真正在灵里面 在爱里面 在生命里面合而为一 这是讲到夫妻 也讲到教会 所以我希望教会里面 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不是以SVCA为中心 也不是以我们教会 余弟兄 什么教会领袖 以小组长 区长为中心 我们所有的中心 都是向着神去 我们才可能真正的一 下一个图 也是husband and wife 两个圆圈 我们如果是向着十架舍己 我说十架的要求在于舍己 什么叫做舍己 十字架的意思 就是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就是你们当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就是deny yourself 所以你看他们 都向着十字架去的时候 两个人重合的部分 那个overlap 两个真正相交相合 可以享受的部分 就越大 对不对 当两个圆向中间来的时候 当两个圆 如果向旁边走的时候 他们中间 这个共同的就越来越小 我昨天想画两个分开来的 但是不晓得当初谁design的 这个我画不出来 抱歉 不想花时间去那个 两个如果向左边走的话 结果是什么 就两个圆嘛 你是一个圆 我是一个圆 我们中间天狼之别 越走越远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夫妻是这个样子 教会也是这个样子 到底是不是God center 到底是不是高举基督 到底是不是我们让十字架掌权 我愿意把我自己放下来 所以当保罗在那里讲到这个 说到我们不可以结党 个人不要有野心 然后不要专顾自己的事 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通通通都说到事情 这通通都说到事情 这种人比较图自己的 那种人比较图自己的